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斗福音第十七章 第一至九节 那时候 耶稣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 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 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 他的衣服洁白如光 忽然 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 遮蔽了他们 并且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了就复复在地 非常害怕 耶稣遂前来 捕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独自一人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说 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见地告诉任何人 感谢天主的圣言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带三位最亲的门徒上山祈祷 也让他们见证了他显圣荣 以及他与梅瑟和厄里亚交谈的一幕 对门徒来说 这祈祷经验对他们印象深刻 让他们好想多留在山上 继续品尝并深入这祈祷 因此 他们提议要在山上搭帐篷 永久地留在那里 我们是否有同样的经验呢 有时候 我们在祈祷中遇到耶稣 或接受到天主赐的神位时 也渴望在这个经验中多逗留 因此 我们热爱祈祷 也期待每次祈祷 都会有一样快乐的感觉 但是 天主今天提醒我们 我们祈祷并不只是感觉 祂必须能推动我们 去更好的生活 福音中 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祂 天父邀请我们听从耶稣 不只停留在祈祷的感受上 而要实际地把从天主那里 所理解的道理活出来 换句话说 门徒在上山看到 听到的事情 他们必须带到山下 带入他们生活 让祂影响自己每天的生活 以作恶心灵与生活一致的基督徒 今天 让我们反省自己 我们每天是否有把时间 安排给耶稣 让祂带领我们去我们心中的圣山 在那里让天主向我们诉说 祂的真理和爱 当天主在祈祷中给我们光照时 我们是否能够毫不犹豫地 将所理解的事活出来 起来 起来 不要害怕 今天 耶稣知道有时候 我们心中有太多骄傲和害怕 没有勇气去改变 但 我们不要害怕 因为祂要亲自跟我们下山 走进我们的生活 带领和鼓舞我们 请品尝圣言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从他 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 我今天可以怎么具体地 将天主在祈祷中 对我做的邀请活出来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请你让我在生活中 积极活出我的祈祷 做个祈祷和生活一致的基督徒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把在祈祷中所体验的 带到我们生活中 带给身边的人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我明天见